你好,这是刘日生活,来自日本富山市 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 今天呢,我们来串丸子 谁串丸子 为什么要做这个菜呢? 因为啊,我们小时候啊,年夜饭都吃串丸子 有个什么寓意呢? 预似着圆圆满满 这一年到头了 事业、身体、家庭 各个方面都圆圆满满 也预示着呢,在新的一年里 圆圆满满 各种事情,不管什么事情 各个方面都让它圆圆满满 哈哈哈哈 新年快乐,恭喜你把菜 新年快乐,小后要敞开 身体健康过断练 整个制作过程分三步 首先我们来准备配菜 一道菜烧之前的准备好坏 决定了一道菜的成功预防 因为泡发木耳需要时间 所以呢,我们先用水把木耳泡上 最后我们再来清洗木耳 第二个花时间的是葱姜水 所以呢,我们首先把姜切成大片 葱也切成大条 来泡一个葱姜水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只有这里用到了葱 在肉馅里我们不用葱 因为葱花比较硬 会把丸子搞碎 并且呢,葱花的绿色 影响我们清水丸子白色的颜值 在盆里倒上水以后 用手捏两分钟 这样呢,使葱姜的味道快速的溶解到水当中 选了一个身材苗条的红萝卜 把它切成圆片 润白圆圆的丸子 预似着圆圆满满 圆圆红红的红萝卜 预似着红红火火 再配上绿油油的白菜 祝愿你我在新的一年里 一路绿灯顺风顺水 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刚才姜切大块 是为了泡葱姜水 现在切姜呢 是切切片再切丝 后边切成丁 是用在肉馅里边的 切的姜丁由于比较硬 能使丸子破碎 像这样把它缺碎以后呢 就会改善这种现象 我们的丸子里只用鸡蛋清 是因为有两个好吃 第一个呢 鸡蛋清的韧性能使丸子爆成团 从而避免丸子破碎 第二个呢 打入鸡蛋清以后 吃起来的丸子口感特别好 特别嫩 不用鸡蛋黄是因为鸡蛋黄的黄色 能使丸子变黄 影响我们清白丸子的颜值 十多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葱姜水也泡好了 把葱姜水过滤出来 一会儿我们拌馅的时候要用到 第二步是拌肉馅 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 首先呢 我们在加工好的肉馅里边 倒入我们刚才取好的姜泥 用筷子稍微搅拌一下 把姜泥搅拌到肉馅里边 然后我们分五次加入我们的葱姜水 这是第一次 再一次以后就要充分搅拌 多次少量的把葱姜水加入进去 慢慢的肉馅就吸饱了葱姜水 慢慢的长大了 搅拌的关键是一定要按照一个方向进行搅拌 只有这样肉馅才能上劲 上劲以后才不容易破碎 有的人用手去抓捏或者去摔 我感觉那样的操作很不爽 用筷子搅拌就足够了 另外在葱姜水搅拌完成之前 绝对不能加盐和其他佐料 这样会阻碍肉馅吸收葱姜水 像这样用筷子挑起肉馅 而不酸糯 这说明肉馅已经爆成团 肉馅也就浇好了 接下来给肉馅调味 加盐胡椒粉 最关键的是加两底醋 能够去腥去膳 使肉发嫩 加进我们的鸡蛋清 再加少许香油 增加香气 再充分搅拌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们不加酱油 也不加蚝油 是因为酱油和蚝油 都会将我们白胖胖的丸子演成黑色 最后加一点小面粉来清晰泡好的木耳 用手抓吸几遍以后 再用清水清洗几遍 我们的木耳就准备好了 木耳在塞制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灰尘附在表面 小麦粉能够很干净的 将这些灰尘洗掉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下面呢 我们开始来串丸子 串丸子很有讲究 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用凉水 不要开火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手攥出一个丸子 用小勺放到水里边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速度要快 以避免在水里泡的丸子呢破碎 不用开水 是因为刚开始穿的丸子熟了 而后边穿的丸子呢 还不熟 也就是说丸子的受热不均匀 用手窜丸子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肉馅的筋性 这说明我们的肉馅搅得非常到位 98%的丸子下锅以后呢 我们开始点火加热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中小火 绝对不能用大火 开锅以后 用楼勺打去 飘在水面上的浮沫 加两勺盐 加进我们准备好的胡萝卜和木耳 这里要用中小火 不能用大火 大火能够是沉在底下的丸子 糊锅 另一个原因呢 滚腹的开水会把丸子滚碎 最后加进白菜 再加少许香油 我们的串丸子就做好了 出锅成盘的时候呢 动作也要小心谨慎 一面勺子把丸子搞碎 吃法满满的香味 你看我们的丸子 色香味都全了 真漂亮啊 哎 看看 水餐丸子做好了 哈哈哈 你看 多漂亮 我这个水餐水餐丸子做的特别健康 你看这颜色都能看出来 我们来尝一尝 你看 飘瓶飘瓶的 可以说是晶莹剃豆 哈哈哈哈 嗯 特别内 没有一点面粉的味道 因为什么 不加淀粉 这个口感 加淀粉和不加淀粉的口感 是绝对不一样的 五香味 淡淡的花椒味 嗯 真香 越焦越香 而且这个肉呢 没有一点善味 也没有一点腥味 因为什么 我加了两底醋 嗯 再尝一个 嗯 特别内 特别内 越焦越香 一点都不菜 这里边有两个鸡蛋清 起了关键作用 哈哈哈 哎 真好吃 嗯 来 来修你吃丸子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 各种事情 各个方面 都圆圆满满 哈哈哈 谢谢你的陪伴和观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